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您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大队好 我叫袁虎 来自湖南长沙 我是一名医学博士 精神科医生 我主要从事的是心理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以及绘画与心理学方面的临床教学工作 颜博士 就这个绘画和心理疾病之间的关系 这是你的研究领域 是吗 你能告诉我们你有些什么样的发现 因为其实绘画在整个心理学中间 它是一种心理测量的工具 这个跟我们的挑战的项目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要挑战的内容是 通过观察绘画的内容来去找人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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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找他几十个人 每个人画一张画 然后我一看画我就告诉大家 这张画是谁谁谁画的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我不相信 因为我们也研究这个犯人的话 我觉得也要看他的教育程度啊 训练啊 对 有没有性别年龄 这些 稍后您就知道 来 有请我们的挑战者进入备战区 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戴上眼罩和耳机 接下来我们现场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让阎博士完全处在一个隔绝的状态 我们一起通过现场连线 去到我们挑选绘画对象的第二现场 白克力你好 小萨你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评论老师们 各位好 我是白克力 嗨 我们是邀请到了一百位二年级的小学生 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与挑战 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挑战的样本 来 小朋友们 我们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好不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挑选的权利 交给各位评委 就现场挑现场来 是吧 挑完了直接过来 这么开心 好玩好玩 我们就先从画面的左半部分开始 第一排那个绿颜色 第一个小男生 小朋友 好 您就是我们挑选出的第一位 来坐这儿 好 他后面那个女同学可以吗 粉红色的 带着小眼镜的那个 咋全是第一个呀 你看他要看性格 你看这个就比较沉稳一点 第一排最左边那个女生呢 第三排哪吒发型的那个姑娘 把这位穿着健身服的小朋友挑过来 Superman 孩子们今天到这儿就是充分释放他们的天性 让他们在这儿玩起来 高兴起来 我们所有的人 此刻都变成了他们的小伙伴 待会我们的任务就让孩子们彻底地放松 在这儿画画 玩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挑战者来进行观察 最终从这些画当中 找出画和孩子之间的对应关系 好了 好 来我们鼓掌谢谢其他的孩子们 谢谢你们 为了保证挑战的公平公正 评委从一百位小朋友中 随即挑选了二十位 这些七八岁的小朋友 由于年龄小 性格习惯还没有完全定型 也没有经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画画容易天马行空 随心所欲 这将在之后的挑战中 给挑战者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让整个挑战变得更加困难 孩子们现在正在来的路上 但是由于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 本身设计的道具也非常复杂 我们就在等待孩子们到来的这段时间里 来布置我们现场的挑战道具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二十位小朋友出场 这音乐好 音乐好啊 音乐乐 音乐风风叫 跟着我走 走走走走 你同手同脚啊 立定 好 将右准 太有意思了 我的天哪 好了 我们的科学助理将号码牌 先带到我们的评委席 请评委随机地打乱这些号码牌 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们带上 随机地打乱是吧 打乱就是 OK了 孩子们 场上坐着三位评委 他们要给你们出一道题 你们根据这道题目来随便发挥画画 好 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随机编上了号码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带领小朋友们 去我们的课堂 耶 每个人自己选一个桌子 来 孩子们 接下来我们要由于成庆 董卿和李博士 为你们完成绘画主题的出题 孙悟空 他不会画 我们尊重评委的出题 就这么难 孙悟空 在 山上 哦 这比较有逻辑一点 山上 最后 李博士 吃糖 吃桃 吃桃 吃桃吧 好吧 好不好 就桃子吧 合理一点 桃好了 请小朋友们听清楚你们要画的这幅画 题目是孙悟空在山上吃桃 哎呀 好像啊 接下来我们给你们15分钟时间 你们现在可以开始画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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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看其他同学的啊 每个人都画自己的 自己想象中孙悟空在山上吃桃是什么样 哇 后现代 这个邓超家彭于燕在发泄啊 后现代 他是一个后现代 哇 你看他那个脸多狠啊 你看 你是把孙悟空给埋了吗 别看寥寥几笔 但是非常传神 而且还有一个动视 走 非常传神 二十位小朋友要在15分钟的限定时间内 根据三位评委提出的要求 分别绘画出20幅图画 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对评委的要求理解各不像 上条天空 着色也五花八门 没有一点专业的绘画技巧 要想通过这样的画作最终找到作画的孩子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挑战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按照每一个孩子对号把他们的画进行收集 与此同时把对应的号码贴在每一个孩子画纸的背面 而且要进行遮挡 接下来 请挑战助理将20幅画放到展板上 好 谢谢我们的挑战助理 谢谢 有请三位评委来到台上 太好了 近距离地去看一下这些孩子们的创作 我们的摄影师也要稍后把你们选择的三幅画进行拍照存档 你选哪一个 你选哪一个 我想选 从整个构图上来讲 李博士先挑 我先挑 嗯 我就挑这看 三位评委在20幅画中 随机挑选三幅作为挑战目标 并且三位评委还将分别在各自挑选的画上 添加一处完整的元素 给挑战者在之后的观察添加混淆的信息 进一步增加了挑战难度 三幅画已经现在放在了我们的展示板上 这就是我们提供给挑战者的唯一的可供参考的素材 这个难度相当大 他要找的其实是六个人 对 这个如果真的找得出来 李博士又要请他去协助办案 对了 对不对 太神了 我个人认为今天是找不出来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试试看 接下来请挑战者回到场中间 接下来请听挑战规则 挑战者要在30分钟内 对三幅画以及20个小朋友进行观察 然后在15分钟内 对20位小朋友和三位评委进行提问 提问的内容不得于画的内容有关 每人最多三个问题 观察和问答完毕以后 挑战者还需要找出每一幅画对应的小朋友 还有每一幅画对应的评委 以及评委到底添加了什么元素 三幅画当中要求有两幅画把这些信息全部答对 才算挑战成功 时间短 人数多 讯息量少 不可能嘛 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这个是非常困难 是有特殊的训练 跟特殊的天才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严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挑战开始 下课喽 现在我们可以去游戏去玩吧 去玩哦 接下来孩子们将在自由活动区开始自由玩耍 而在这个过程中 挑战者将对孩子们进行观察 这个观察非常重要 这是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和依据 其实最难的是把这些画和孩子们对应 这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 绘画是可以用来读取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包括他的一些情绪状态 压力状态的 我们也会发现人的行为 它可以照应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然后我们通过对话 也可以判断出他的认知水平 和他的对某些应急问题的应对模式 所以说我把性格特点和其他的一些心理特征 作为中介 然后将能和绘画来进行匹配 看不出什么区别 这些孩子 你顶多看出他是自己玩 还是跟别人一块玩 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谈 这个我觉得很难 这个很难 很难 人有多二十个人 对 观察时间又短 仅凭三张简单的图画 就要从二十个小朋友中 找出对应的主人 这对于常人来说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而且现场灯光 以及观众的影响 身处陌生的环境 小朋友的表现 也会与平时略有不同 这一切 都会给挑战者的判断造成影响 烟虎能否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 最终挑战成功呢 发现这三幅画的类型 是完全不一样 我首先就把这一个三幅画 分成了ABC 然后把每个孩子 都有机地放到每个区间里面去 第一幅画 构图非常地清晰 线条非常明确 所有的地方几乎都是涂涉均匀 而且没有涂出边框内 这个孩子相对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自信的 沉稳的孩子 做事是比较细致认真 有一定的耐力 这幅画中间 山 猴子 树 简单 但明确 这说明画者的性格是稍显 偏内向一点点 不愿意过度地表达 第二幅画作 画得特别大 东西比较多 颜色也比较丰富 这说明这个孩子的性格是凭外向的性格 而且有一定个性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都比较擅长于领导 很多时候还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一些赞美的 左侧的山 山里面的线条都是画得比较凌乱的 那这说明画者可能会有一些急躁的性格 当然做事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求快的一个体现 第三幅画非常简洁单一 整个显得十分的随意 树的画法 那两个红色东西随意的挂着 那这似乎可能说明性格将为随意的 我们会发现画面稍微偏小一点点 就说明画者的思维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不太成熟的 我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要找的其实是六个人 走哪儿啊 我的天哪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好主持人 我已经观察完毕 我已经观察完毕 您已经观察完毕了吗 还有八分钟 您确认时间已经足够了 够了 好 您先想问哪一位 十五号小朋友 十五号 小朋友 我想请问你 如果说在上课的时候 教室里面突然停电 你会怎么办 找老师 找老师 十二号小朋友 教室里面停电了 你会怎么办 跟老师说停电了 你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您辛苦了 十八号小朋友 爸爸妈妈辛苦了 十号小朋友 爸爸妈妈都陪我 最喜欢上什么课 最喜欢上音乐课 八号小朋友 美术课 十号小朋友 下课 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 遇到其他的小朋友 插队 你会怎么办 我们通过对话 可以判断出他的认知水平 和他的对某些应急问题的 应对模式 所以说我把性格特点 和其他的一些心理特征 作为中介 然后将能和绘画 来进行匹配 十五号 十二号 十号小朋友 十六号 十八号 九号小朋友 电话手表 我爸爸妈妈都陪我 不错可以多 爸爸妈妈心 你辛苦了 找老师友 告诉他 告诉他 或者告诉老师 好 小朋友提问完毕 小朋友问完了 问完了 那接下来该问评委了 好 您先打算问哪位 我们把他叫过来 坐这儿来问 您先问哪位 问李昌宇老师 李博士 好 在询问完小朋友之后 挑战者将紧接着 与三位评委展开交流 因为在三幅画上 还有三位评委 模仿了孩子绘画的方式 添加新的内容 挑战者需要在这三幅 完成的画中 找出评委添加的部分 并且找到对应的评委 继续挑战 谢谢您 谢谢你老师 谢谢李博士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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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这里有四个图形 看您会选择哪一个圆形 四方形 三角形 螺旋形 四方形 您喜欢哪一种性格的孩子 活泼 活泼可爱 有一点小条皮 有点小条皮 不要掌控不住那种 我知道了 对 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东青老师 我想问一下您 如果晚上睡不着 您会怎么办 看书 会起来看书吗 不会 不会 就这场的晚上看书 好 因为我在网上看资料 我发现您已经获得了 几个方向的硕士学位 会不会考虑 什么时候读一个博士 我只有一个硕士学位 目前没有考虑 继续读博士学位 谢谢您 好 就这么几个问题 就能看出我的个性了 我的性格秘密都暴露了 没关系 您可以再针对您刚才的问题 您再梳理一下 三位孩子天马行空的绘画 三位评委模拟孩子添加的元素 挑战者不但要找到三幅画作 正确对应作画的孩子 还要找到其中评委添加的元素 准确找到对应评委 重重设置地挑战难关 盐虎能挑战成功吗 主持人 主持人 这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怎么了 怎么哭了 你怎么了 我想回家 十二号说他想回家了 你是不是饿了 你饿了 我们这有饼干 别哭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董卿阿姨给你的小蛋糕 先来拿饼干 好好吃 来来来来 我来拿 来这儿这儿这儿 他肯定是饿了 他想回家吃饭了 别饿了 我饿了 当他把东西拿到以后 他现在情绪马上好转 在经过刚才的观察 以及提问 现在您有判断了吗 有了 那么请严虎老师 选出三位画作对应的小朋友 第一幅画 我选择十六号小朋友 好 站到这个小黑台上 好的 第二幅画 我选择 第二幅画 我选择十号小朋友 十号小朋友 第三幅画 我选择十二号小朋友 十二号 情绪明显好转 十二号 是谁啊 看看自己的号 心情好了点吧 现在不饿了吧 不饿了啊 好了 马上就回家了 我们请挑战助理 先带 另外的十七个小朋友 到场下休息 现在就剩你们三个人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 究竟和你们三个人 有没有关系 不过在此以前 还需要您 有一个重要的答案 要为我们 做出回答 那就是请您 圈出每一幅画上面 您个人认为 是后面 由评委加上去的 那一部分 您认为是哪一部分 您可以用笔 将它在画上圈出来 您可以从第一幅开始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 提示性的声音 不管它圈对 还是圈错 不要有任何的声音 你是遗憾也好 还是惊讶也好 还是感叹也好 都埋在心里 好的 我们的挑战者 已经在三幅画上 分别圈出了 他认为 是由三位评委 后期加上去的元素 那么有请三位评委 先站到我身边 严老师已经在画上圈出了 他认为是由三位 加上去的部分 接下来就要由挑战者 来确认哪一幅画 是由哪一位评委 最后做的添加 同样 还是请您从第一幅画开始 您认为第一幅画 第一幅画 我选择的是李昌宇老师 李昌宇博士 请您站到第一幅画的旁边 谢谢 第二幅画 第二幅画 我选择的是董卿老师 第三幅画 对 余承卿老师 余承卿评委 哥们 咱们一起努力 三位评委 也都和各自的话 站到了一起 但是最终 这个选择是否准确 我们来一一验证 首先 我们来验证 第一幅画 对应的 孩子的号码是 现在孩子是16号 而第一幅画究竟 是哪一个孩子画的呢 请小站助理 为我们揭开号码 二年级的孩子 是非常非常难把控 他们的画面的 而七五七孩子 基本上都没有绘画功底 谁都不知道 他们绘画什么 所以说很难地判断 心理学码 是没有百分之百的 这个难度相当大 他要找的其实是六个人 这个如果真的找得出来 李博士又要请他去协助办案 我个人认为 今天是找不出来 我不相信 各位数完全正确 好 请把画作翻回来 那么接下来 这一幅画上面 孩子给他梳了大拇指 这幅画上面 究竟挑战者圈出的部分 是否是评委添加的部分呢 请看大屏幕 挑战者圈出的是这颗太阳 我们来看一看 正确答案是 我们使用的是油画棒 气条一变得很粗了 成人画的 孩子画的几乎一样 它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我认为是不可能完成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能力 完全正确 非常的精准 令人毛骨悚然 他怎么看出来的 我的天哪 最后请挑战助理 揭开第一幅画下方 评委签字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是李昌玉博士添加的元素 请揭晓 您觉得作为一位父亲 给孩子最大的礼物 是什么 教育 您觉得我今天会挑战成功吗 有可能 如果我失败了 您会如何安慰我 继续挑战 谢谢您 胜去 胜去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的天 都是东西 第一幅画的相对来说 并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细致 这样的孩子 相对来说 有一定的自我意识 而且十年号小朋友 他首先拿的是棋 后面他又改成了乐高玩具 这些东西都说明他的思维 就是一种比较追求完美性的思维 而在这个里面 唯独就只有他一个人 表现得是最好的 这小朋友在图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只横竖 他横手有螺旋状的 在这边会有一点点螺旋状的 但是他一旦出现螺旋状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线条 又出现了很多空隙了 而这个太阳添加 中间太完美了 当我问李长宇老师 如果我失败了 您会如何安慰我 继续挑战 继续挑战 这所有回答 几乎都是站在一个长者的角度 给晚辈来建议 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给我的是一种支持和鼓励 而在绘画中间 太阳给人的感觉正是如此 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指引的感觉 给人希望 完全是一种长辈之光 按照我们的挑战规则 三幅画中 只要有两幅画完全正确 就算挑战成功 现在已经50%了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 第二幅画的验证 首先还是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揭晓这幅画的孩子的 号码 站在旁边的小姑娘是10号 我们来看看这幅画 是否是10号呢 我们从前面开始揭 没问题 第一个数字对的 但后面是0吗 是10号是10号 是10号 太厉害了 真是不可惜 但是这幅画 有一个问题 严博士 您认为您圈出的这个部分 是对的吗 您确认吗 确认 请看大屏幕 正确答案 其实我还是蛮犹豫 蛮纠结的 而且是想了很久 也是适考了很久 但是我也不想让自己过头去改了 完全正确 哇 那么到底这个部分 是不是董卿评委添加的 请揭晓 评委名字 如果晚上睡不着 您会怎么办 看书 会起来看书吗 不会 通常而言 选择看书的人 一般他们的性格 都会显得会成熟 稳重一些 而蓝色本身 所代表的一种性格的特点 它更多的说明 这个人的性格 是比较内敛的 比较成熟的 比较稳重的 比较理性的 到这会儿还没出第一个字 显然是两个字的名字 正确 正确 祝贺挑战者 挑战成功 五号小朋友 他坐在正中间 两边分别一个小朋友 让我感觉他是非常自信 当我问到 喜欢上什么课的时候 十号小朋友 下课 下课脱口而出 这种反应力 这种自信 这次其他小朋友是没有的 这种非常自信的 他画三的画 绝对会画很高的三 来凸显他自我 但是他又有一个弱点 他很多时候做事 不够那么的细致 这样的性格的孩子 他们是很少出现蓝色的 蓝色之间的这幅画上面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合时宜 这两座桥之间 人家就是一个箭头打过来 董秦老师 建设一个桥 其实就起到很大的一个缓冲的作用 也是一条架起 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根据规则 两幅权重 就挑战成功 我们还有最后一幅 我们看看究竟今天的挑战 能极致到什么程度 最后一张 请看 我们这个小火腿肠 是不是跟他的号码一样 12号 最后一幅画 它是一个比较抑制的 包括到太阳的画法 包括到树的画法 这让人感觉他的性格 是非常的单纯 再继续往前 往前还有12号 12号 这个12号 生是一个老实的孩子 刚才我就过去看画的时候 12号已经自己交代说 是我画的 是我画的 吃饱了 心情好了 来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这只猴子 这只猴子是评委家的 对吗 看看大屏幕 这是最后唯一一个悬念了 因为底下评委的名字 已经不会有差错了 就看这只猴子 到底是不是 我身边这只猴子呢 就是我 12号小朋友 他全程几乎都是一个人在玩 整个过程中间性格显得非常的内向 而且有多次一个人躺在地上的时候 在这个中途还出现过哭的情况 我们也发现他也是比较敏感的性格 当问他 你最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话的时候 他不但能和表情地说了一句 爸爸妈妈辛苦了 这句话放在这里 显得太过于掌规了 他的思维和想法都显得有些不够 小朋友连树都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猴子的脸画成这么好 这不太可能 你的小猴呢 你的猴呢 猴没画呢 当我问余澄清老师 这里有四个图形 您会选择什么图形的时候 四方形 四方形 在所有的绘画中间 它更多的代表着 一个人的性格和个性 有能有脚嘛 而在喜欢什么样的小孩子的时候 他特别说了 有点调皮 但不应该多动 那这说明 活跃性的性格 还是他的首选 所以说整个过程中间 他需要好玩 同时又要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出来 他添加了一个猴子 这个猴子本来有很多活跃的成本在里面 但是这个猴子持续站在山顶 仍然有很多个性的体现 太厉害了 而且你的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 我想问一下阎博士 你做这个绘画和心理精神疾病之间的这种研究 有多长时间了 应该有12年了 在整个绘画方面 其实我已经出了将近有17本书了 17本书 就是从绘画看出小朋友心里面在想什么 对 你有没有孩子啊 一个女儿 4岁 那你也会用这种方法跟他沟通吗 因为工作的原因 有时候要经常出差啊 所以说我每次回来以后 我都会让孩子去画一幅 类似于全家幅 要有我 要有妈妈 还有他自己的画 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 我让他画画 他当时就只画了他自己和他妈妈 画完了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爸爸在哪里呢 小朋友从来不会不好意思 他会直接把嘴抽到你的耳朵 跟你说一下 不好意思 我没地方画了 他是非常简单地说了这句话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当时心里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非常清楚 在我的研究中间 我发现 如果孩子在画一家几口人 如果缺失了某个人 就指明这一个人 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并不是很重要 那么似乎说明 我对他的陪伴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为这个事情 难过了很久 我后面专门抽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带他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 只有我和他 夏令营快结束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不再给爸爸画一幅 全家福 要有爸爸 要有你 要有妈妈 这个时候啊 他就首先画的就是我 然后就有他自己 他最后就画了他妈妈 中间是爸爸 对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今天其实阎博士 是带着女儿来到我们现场的 这个四岁的小姑娘也在啊 我们也请阎博士的小女儿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好带哦 不好意思了 不要害羞 看来他对我们这个环境 还不是很能够适应 他不是很喜欢舞台 因为他喜欢画画嘛 他比较安静的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每个星期 大概有多长时间可以陪着他 一两天的时间 每周只有一两天 对对 其实你说买什么礼物送给孩子 其实真的没有陪伴来的重要 对今天阎博士的这个挑战 还是觉得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 因为我们的人脑的这个神经细胞 是数以千亿计的 这个细胞的异常 跟某一个器官的异常相比 它更复杂 我觉得阎博士在做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怎么样对人的精神世界 能够更好地去掌握 我们也再次向阎博士表示 是我们的敬意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对于今天阎博士 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们三位的回答是 Not 好棒 我们有请阎博士 带着四岁的女儿 一起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笑笑拜拜 拜拜 给爸爸加油 仅仅凭借艺服绘画 就能找到他的主人 阎虎通过不断的潜心钻研 练就了从画作中 探究人类行为心理的特殊能力 希望他用这种能力 在未来能帮助更多的病人 恢复健康的生活 让我们欢迎阎虎 进入荣誉殿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